- 罪孽 副部長,各位醫師,早安 今天由我跟各位分享我的EBM的部分 一開始,事實上,我講做EBM 我那時候是想做Steel Pro、做SLE這些東西 不過後來有一些老人家 還有一些同事都一直在問我們一個最常見的問題 就是我们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 所以后来我改这个 大家以后可能会发生 或者目前都会有的一个疾病 跟各位讨论 然后希望各位有帮助 所以这个case主要是蔡妈妈 她是65岁的女性病人 她平常最喜欢跟先生去爬山 但是最近一年来就是走路的时候会疼痛 然后尤其是蹲下站起来的时候更不舒服 然后半年前到我们的风斯科门诊来求诊 她一开始是给她一些微鼓力跟止痛药 做一些symptom relief的情形 但是长久以来她怕吃这些药也有一些副作用 虽然她听到隔壁的邻居在说 那我们打玻尿酸 可不可以对她的症状疼痛的控制会有所帮助吗 因为事实上不只是病人 一些同侪或者是我父母亲也会常问我这些问题 所以当然有些老师给了我一些答案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很认真去search 这些真的目前的evidence 所以这次利用这个机会 好好地search了这个evidence 跟各位分享 所以蔡妈妈开始问你 她怕吃这些药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所以她问了我 这些打玻尿酸到底真的能不能对疼痛控制有所帮助呢 所以我们常教的EBM的五大步骤 所以主要是问差 用神毒 好像漏了一个 然后第一个步骤 就是问问题 所以我的问题主要是 这些罹患退化性关节的老人病患 到底是不是可以用玻尿酸的注射改善其症状呢 所以第一个patient主要是老人家 他逆的osteoarthritis 然后intervention就是关节内注射 还有ronit injection就是玻尿酸 然后comparison是placebo 主要我找的outcome是pain relief的outcome 所以我们会找的一些地方 一开始大家都会习惯找up to date Dynamite或者New England Journal Medicine 这些media search 或者找一些cochrane整理好的资料 或是pain med的这些东西 最主要是要找到跟病人问题相关相似 而且evidence level高的这些证据 所以在我们常看到的这些evidence based的这些分级 那当然有各家提出来不同的一个分级方式 然后这是cochrane的collaboration的一个分级方式 最主要我们就是要找到最高等级的randomized control的study 这大家都知道 然后这个是export的那个牛津大学他们建立出来的recommendation跟evidence label 所以我们主要也是要找rct 然后这些又有些学者把这些证据等级给分类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记的一个分类方式 主要在我们这个intervention的治疗方式 我们想要找到比较好的randomized control study的证据 去证实的回答病人的问题 所以一开始我所search的资料库 大概跟各位差不多 一开始都会习惯从uptodata,dynamate,parmate的这些地方 先去找我们要的资料 所以我uptodate先去search 他这边关键是osteoarthritis跟hyruronate 然后他会找到这些osteoarthritis的药物治疗方式 然后在下面的治疗我们主要看到 他就是有关节内注射在逆关节 他这些治疗之后他的比较 我们直接看到比较大的 苹果电脑比较不会超连结 所以我们看到两篇文章 第一篇是在2003年的drama的meta analysis 然后先看一下他的conclusion 所以他这边conclusion是说到 其实打跟打placebo 他觉得是有效果的 但是事实上效果帮助并不大 有超连结的 先跳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meta analysis 最常看到的borex plot 其实一眼看过去在effective size 他这边effective size大概0.2以上就有效果了 所以看到整体的effective size 他是0.32 所以他这边的结论是讨论到 关节内注射这些玻尿酸 事实上是有帮助 但是效果并不大 然后在另外一个2005年的meta analysis 他这边也是有提到 他事实上在统计结果上还是有帮助 尤其是在2到6周之后 但是这些给病人的帮助到底有多少呢 我们平常在评估疼痛是用 就是10公分啦 100mm的visual analog scale 让病人自己去发现 他目前疼痛的状况是多少 他这边统计出来主要是8点 只有改善8.7mm 所以虽然有统计学上的意义 但是他有提到 这些临床的证据到底还是有一些疑问性啊 待会我有个图表再给各位介绍 这也是2005年出来的一个meta analysis 所以在下面不跳 所以大家看到 先看到这forest plot 这第一个 这三张的forest plot 都是在介绍他疼痛的改善 他的命的visual analog score的改善的程度 所以第一张是说 疼痛在休息的时候缓解 然后后面 ab这两个图是在 他疼痛是在walking之后 或者是exercise之后的缓解程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都是比较favorite intervention 然后a是说在10到14周 然后他的疼痛在walking之后的疼痛缓解 然后b图是20到33周的疼痛的缓解的状况 我们直接看到一个整理的中表格 事实上在达到统计学上的意义的大概只有疼痛在缓解 所以在休息的时候他的visual analog的改善是负8.7 然后其他是在说在exercise之后 10到14周 22跟30周 这两个在疼痛上的改善也是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意义 但是看图表这边有两个新兴点 通常这种新兴点是说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意义 但是这边的解释不是 这边的代表的东西并不是这个 他是说事实上他分析这些pooling起来的data 他发觉这些分析的data他的一直性很高 所以到底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做meta analysis 到底我们得到这些data到底正不正确 所以有一些问号在里头 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看到下面的search dynamate dynamate是大家比较少去search的一个资料库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因为我们医院都是用旧版的internet explorer 所以用dynamate search的时候 版面会觉得很混乱 他排版就是怪怪的 所以一定要用自己的电脑去做这个资料库的search 对 所以我的keyword也是一样 是osteoarthritis 跟还有runate 这个关键字 所以他就会有一个关键字 degenerative的joint of knee的治疗 好 其实他的 其实版面如果你用 用心版的internet explorer去看 他的版面也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他都帮你整理好了这些你要的咨询 所以主要我是要看 关键内注射这些玻尿酸跟plusbufo比较 他的对pain的relief到底有没有帮助 好他这边提出来了一个randomized control的study 主要是300多个病患 平均年纪62岁 跟我们刚才一开始问问题的妈妈是差不多的年纪 好他这边的治疗方式是玻尿酸大概连续隔周打打5次 然后去评估他的一些outcome 当然有一些function的score 但是我们主要是要找他疼痛改善的状况 所以他这边评估是pain after walking 15 minutes 对所以他的最后结论是没有改善他的疼痛的状况 这是2010年的annual of rheumatic disease 我原本想去search这篇文章的主要的内文 但是我们也好像没有买这篇journal 所以我没办法跟各位分享他的比较detail的一些内容 所以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300多个的randomized control study 是反对说不会改善疼痛的状况 好然后我去看了NEJM的杂志 他有去做一些search 然后有一些学者就整理好了一些文章 他这边是提到ne osteoarthritis 他一些clinical practice 到底有什么 从诊断到治疗方式 到底目前的evidence有哪一些 他都把你整理好了很像一个search mathematical review 的文章 慢慢的去把它看完 所以在一些治疗的方面 他也有提到 他关节内注射玻尿酸的这些治疗方式的有什么好处 所以已经提到 事实上FDA已经proof 让他在我们使用OANY的使用方式 而且他这边提到 有两个meta-analysis report 他是 他的统计是有帮助的 但是他的efficacy是很有限的 然后第一篇就是我们刚才在up to date 上search到的2003年加码的一个杂志出来的 刚才就有提到他是有帮助但是效果有限 然后第二篇是从Cochrane出来 所以我就去找这些Cochrane的东西看他的最后的结论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讨论的 所以我去找了ebn reviews 然后找了ebn的review all 然后把这篇Cochrane的文章给找出来 所以他最后的result是有76个trial 然后他的quality都是三分以上 所以状况都还他的话题都还算良好的 他主要比较就是这些 Visco supplementation的treatment的方式 跟placeable control组的治疗 他说大致上还是觉得这些冠结内打玻尿酸 是对病人的疼痛治疗是有效果的 尤其是在5到13周的状况之内 他从baseline从28改善到54的疼痛的改善 他最后还会有一些作者的一些conclusion 他是说是一个有效的治疗方式 尤其在我们这些neal osteoarthritis 尤其在疼痛、function跟global assessment 所以这篇Cochrane的review又变得好像支持我们打这些玻尿酸 可以对病人有一些帮助 所以再到我们parmad的search parmad的search如果要加快search的脚步 一般我们是用clinical query的方式去search这些文章 所以我的keyword主要也是 need osteoarthritis and hyaluronate 还有希望search这些meta-analysis 或systematic review的文章 证据等级比较高 可以快速告诉我们目前evidence的证据 所以他会分两个clinical study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systematic review的地方 我的习惯是希望我会先找少的 然后在systematic review之间就有38篇 我们可以做参考的他search出来的 所以我去找了到底有哪一些文章符合我这个病人的一些主题 好找到了第二篇这个 因为有点小再放大给各位看 所以这篇是算比较新一点的2011年 而且是从主要是在接到osteoarthritis and cartilage 的这篇 这个journal出来的文章 他是追踪这些need osteoarthritis 在用intraarticular hyaluronic acid的治疗之后 他把它做meta-analysis去做分析 所以他主要的目标是 所以他主要的目标是 一个是用关节内注射 还有luronic acid 然后用Placebo做比较 他总共找了54个canal trials 总共7000多个patient 他去做meta-analysis 好 所以结论 待会有更大的跟各位讲好了 所以这篇文章事实上也蛮正面的 他是说这个效果实上是不错的 所以他是这个pain relief 他的end point 是在我们找的目标就是疼痛的缓解方式 这些forest plot 大家右边就是intervention 所以一眼看过去 大家看到的总体来讲 他是正面的 所以有intervention的病人 他的pain relief的确是有帮助的 而且这是巴州的pain relief 他事实上图表有很多 我找巴州是效果 他研究起来效果最大的时候的一个图表 然后看到第二个图表 图表左边 他这边也是分析 用统计的方式 用effective science去做分析 往上走是favor 我们的intervention 往下是placebo 所以 横轴这边是时间点的进展 他从四周到二十四周 就是六个月 他去分析 这些病人在打了玻尿酸之后 他这些 随着时间点 他什么时候到达最大效果 然后什么时候 他的效果会开始消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在第八周的时候 他的effective size是最高的 所以他后来把这些病人做meta analysis之后 他的显示是在第四周 事实上就有达到统计学上有效果的意义 所以那时候是0.3亿 只要effective size大于0.24 就是有帮助的 然后在八周是达到最大的效果 0.46 而且在六个月之后 他这边好像还是有一些 residual detailable的effects 所以他可以撑到六个月 这篇study的结果 所以他主要是追踪这些病人 六个月治疗intervention后 他们疼痛的改善 所以他的结论是说到 其实第四周就有帮助了 然后在第八周 他的效果会发挥到最大 然后在二十四周 甚至在二十四周的时候 他都还有一些效果存在 好 然后这些peak effective size 他又有做一些meta analysis的比较 他觉得 这关节内注射玻尿酸 甚至比我们的 给病人一些轻微的子同样 像scano scano 目前分析起来是没有特别帮助 然后我们常给病人的nsaid 去比较的话 他比平常nsaid还有小 甚至比我们cos2还更好 对 所以他的结论是说 我们这个东西 事实上他是可以用在临床上 对病人的帮助 甚至做一些combination therapy 好 所以这篇文章的结论 非常的正向 好 然后最后的step 3 就是我们要审查这些文章 到底这些东西 对于我们回答病人 有没有特别的帮助 好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把它整理上去 所以最后我们是要 对病人说他听得懂的语言 跟他讲说我们这个处置 对他到底有没有帮助呢 好 所以最后我的结论主要是 但是事实上 目前的evidence search 就是刚才Dynamate 找到一个300多个RCT 他是 是反对意见的 所以其他的这些证据 看一些大规模的meta-lays 事实上他目前的结论 事实上都有 对疼痛上有帮助 但是效果可能有限 然后在二到第二个月之后 可能他效果就会慢慢减少 然后在第六个月之后 可能会开始没有效果 所以当病人比较concern 这些长期吃药的副作用的时候 这或许是另外一个治疗上的选择 然后我在search 事实上打 冠结内打玻尿酸的议题 好像没那么简单 因为目前还有一些新的滋剂 新的玻尿酸的滋剂在出来 他是高分子量 他目前是觉得 这些高分子量的玻尿酸 那或许被病人打进去 他的listing可以更久 甚至撑到一年 不过我的search 主要是用传统的这些 conventional的玻尿酸去search 然后目前我们医院的海杰特 high joint 这个我们常在打的玻尿酸的滋剂 他是从细菌分离出来的 然后是pure by the biologic 它是说发酵之后制造出来的 它的molecule weight 是650到1200kilo delton 然后它跟以前 其实上这是海 台湾自己制造的 然后后来我设计 以前美国他们制造 使用比较多的是这个halgen 对啊 它事实上美国人的这些 主要也是玻尿酸的制剂 但是它是从机关上的去做萃取 所以它的 它的事实上分子量 比我们目前 这细菌提炼出来的分子量小了 然后目前我找到它高分子量的玻尿酸 它目前是定义在 6000kilo delton以上的玻尿酸 所以其实临床上自己在打 也是真的病人有一些效 像我打过几个 然后第一个它就觉得 它还蛮舒服的 然后其实症状改善很多 不过不知道是 possible side effect 然后这些病人 事实上我觉得 除了这些制剂的不一样 可能会影响到它的效果之外 可能大家对OA的处理 还是要再更注意一点 因为不是把玻尿酸打进 病人关节里头就好 事实上我觉得好像如果 像病人OA的OA膩 它合并很多的effusion 在关节内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把关节的水抽掉 再打这些玻尿酸 好像这些病人的临床反应效果 会比较好 所以这是我一些 临床上找到的一些心得 谢谢各位 希望对各位有一些帮助 那请问各位是对今天的EBM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其实现在study 其实现在study